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在網上我又看到一篇文章 關於有一個日本很出名的腦外科醫生 江本喻醫生 他就說提倡有七種的西藥 我們一定是不可以吃的 這個文章裡面也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請介紹這位日本醫生 因為他寫了很多書 他那些書 也很多翻譯了做中文 我想台灣翻譯了很多 他出名是一種叫做不開藥的醫生 不開藥的醫生 他出版了大量的健康書值 包括一本書叫做90%的藥都不能吃 第二本書呢 九成的疾病可以治愈 江本喻醫 這次有網上的資料 原來香港有一份報紙 是什麼報紙? 是明報的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將他所提出的那種七種西藥 再訪問香港的一位藥劑師學會的會長 崔俊明會長 問他怎麼看 這所謂叫做平衡報道 是 好了 大家聽聽了 他第一種藥是什麼藥? 是指痛藥 是 江本醫生說 指痛藥容易了忽略疾病的警訊 造成慢性免疫力的治愈能力降低 提高了患癌的可能性 這位藥劑師的會長怎麼說呢? 指痛藥都有很多種 主要分開鴉片類和非鴉片類 例子就像馬啡 可代因等 可能服食後就影響了中枢神經系統 而非鴉片類的例子就是 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指出現時沒有臨床上的證實 止痛藥可以造成免疫力的下降 又提到當身體某部分發炎時 服用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可以減低炎症的反應 但未至於抑制免疫系統 當停止服用藥的時候 藥效就會消失 這就是藥劑學方面的解釋 其實你記住 江本玉這位醫生 不是普通醫生 他是一個不是普通醫生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據我所知 他所說的就是 你按著痛 很多病的訊號就沒有了 但現在的很多資料發現 止痛藥是令到你本身的病情 在暗底下繼續壞 是壞得更快 這件事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其實你吃的藥 譬如說有關節炎 那你就吃了剪痛藥 吊著吊著 發現如果吃的止痛藥 對付關節炎 你的關節炎的退化是會快的 更快一點 所以止痛藥是一個 一個治標不治本 當然我覺得如果是短期吃的 OK 即是甚麼都沒有 你不懂得用同的療法 又不懂得用其他非常有效的工具 你只懂得用西藥 即是無可後備 因為止痛藥是無處不在的 是容易買得到的 但千萬記住 任何的化學藥都是短暫用 就不要長期用的 一長期用 這個是癌症 是癌症 你看到 其實很多外國的明星 很多巨星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吃止痛藥 吃到上癮 接著是自殺的 你記住 這些是很多很多方面的資料 好像伊麗莎巴泰萊 好像福特總統的太太 好像Michael Jackson 已經全部都說出來 因為吃這些止痛藥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吃到出現問題 上癮 要入於戒毒 所以不要輕易服食這些藥物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就是胃藥 江本醫生說 胃藥會抑制胃酸分泌 導致消化功能下降 而阻礙營養吸收 容易患治腸胃炎的感染症 而崔會長的解釋 會抑制胃酸分泌正確 當病人出現胃酸過多 甚至胃酸倒流的時候 胃藥的主要功用 就是中和胃酸 保護胃部 他強調胃藥是主要調節胃酸 使胃部回復正常功能 即使大量的服食 胃部仍然會分泌少量的胃酸 只要胃部完全缺少了胃酸的情況之下 才會出現消化功能下降的問題 當病人停止服用的時候 身體又會調節正常 幸好最後那句是對的 你停止之後 身體會慢慢調節 身體的康復力很強 但問題是 現在我們所認識 一般人吃胃藥是 10年至10年吃下去 為什麼呢 它是沒有好過的 病本身是沒有治好過的 你只是壓制而已 一不吃 胃酸倒流或胃酸過多的情況 又會出現的 沒錯 所謂的指標不治本 你一看到 其實身體的消化是很依賴胃酸的 胃酸是幫助你吸收蛋白質方面的營養 所以任何的手段 抑制我們的胃酸 肯定是我們的消化能力會下降 即是不會說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明明都沒有 但是你是會下降的 所以很多這些抑制胃酸的藥 其實是會導致很多其他的問題 你記住 不要只是營養吸收 接著是羅患腸胃炎和感染症 為什麼是感染症呢 因為我們的身體胃酸是一種保護酸 很多人吃了一些髒東西 菌也好 進不了我們的身體 因為我們的胃液是幫它消化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不需要用這些方法 雖然你說停了之後會好 但有哪些人吃蝕蝕會好 我暫時未見過 香港有些人吃西藥 吃蝕蝕會好病 是不會的 除非他就懂得用其他方法 是用其他方法 是用其他方法 好 接著呢 第三樣就是安眠藥 那本醫生就說 安眠藥會造成白血球功能的降低 免疫力的下降 出現了癡癌的症狀 亦都容易了變成是藥物的依賴症 而崔會長就說 安眠藥最大的影響都是藥物的依賴性 所以醫生都不建議病人長期服用 一般而論患有創傷後遺症 抑鬱症的病人 或者真的失眠的長者 都才服用安眠藥來幫助睡覺 服用的時間大約是一個月左右 就會叫它停了 另外也不排除有小部分的安眠藥 會減少白血球的數量 但不至於令白血球功能或者免疫力降低 如果真的出現這些情況 局方會基於安全的問題 不會將藥物推出來 或者是納入藥物明冊裡面 好了 第一 如果我們聽眾裡面 有些是在吃安眠藥 有誰是吃完之後 問題解決了呢? 是不是一個月之後就停了呢? 通常一個安眠藥不得 就做食第二種 你剛才說免疫力 那我們的白血球是什麼呢? 白血球就是免疫力的指標 是的 如果你看到白血球的數量少了的時候 很簡單解釋 結論就是免疫力能力 其實他自己都有提出來的 只是淡化了一些 覺得只是少許而已 沒錯 他也提了一件事 他說如果這個藥是有安全的問題 就不會推出來的 你看到現在人類歷史上 無數的藥 吃到最後就出現問題 最出名的是以前的安胎藥 那些人吃了之後 小朋友吃了之後 四肢、缺脂 手腳都沒有了 其實好像最近的膽固醇 搞了四十年 現在才發現膽固醇根本沒有關係 食膽固醇是一個很常見的膽固醇 周身肌肉是無寧腫痛的 所以這些說法 其實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 藥廠無數的藥 被發現才慢慢收回 那為什麼有這個現象呢?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當一個藥廠想研究一種藥 他有一段時間 可能20年或者25年 他就要有一個想法 當然要呈上去 因為免得被人接觸先登 所以他先申請了 然後他就研究了 一段時間研究 那你記住 所有藥廠的所謂那些 醫療的藥物的效果 和安全性的報告 是誰做的? 是藥廠自己做的 不是政府幫你做的 不是有第三者的科學家幫你做的 是完全是藥廠自己做 自己把報告給政府 已經看到了 現在一個現象 在外國很常見的現象 他們是有效的研究 就呈上去 沒有效 或者是有問題 就提也不提 是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你要知道 那些藥廠的科學家 或者那些高級人員 和食物藥物管理的那些人 大家經常對 釣去釣去 就是釣去釣去 叫釣去釣去 一間就幫藥廠做 接著就幫政府做 所以你看到 這個問題在外國 已經無數資料 無數資訊已經提及了 所以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現在的藥物 有這麼多問題 靠那些政府幫你監管 是完全是沒有效的 謝謝 好 第四樣就是 退消藥 金剛本醫生就說 退消藥有助病毒的攻擊力 比如感冒 遲遲都無法傳遇 造成體力的流失 免疫力要跟隨下降 崔會長就說 其實退消藥 和止痛藥的原理都差不多 服用這些藥物之後 真的會減低了嚴性的反應 令免疫系統回復正常 但不是抑制了免疫系統 常見的退消藥 例如比利痛 都屬於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如果有聽我們的電台 我們長期有很多延遲 很多延遲 很多延遲 我出了一項 有關退發燒 發燒事有時的 當時在七年代 有一位教授 在米茲桿大學的醫學教授 Professor Matthew Krueger 他做了很多研究 是用那些涼血動物 他發現 如果一些動物的體溫 你是不讓它提升 如果它有病的時候 或者感染之後 你把體溫按低 它不讓它提升 死亡率就會很高 用涼血動物的好處 就是它控制 例如涼血動物是靠環境 例如涼血動物的溫度 例如涼血的地方 它就會體溫提升 如果涼血的地方 它就會體溫提升 如果涼血的地方 他做了這些研究 就發現 如果涼血令它病了之後 你的體溫不讓它提升 它就差不多可以死掉 所以我已經知道 其實發燒是一種身體 一種對付病毒 細菌的一個最好的力 我講江本御醫生 很明白這個道理 相信聽我們電台的聽眾 都應該認識這個事實 我知道如果體溫能夠升到103度 我們白血球是吃的 吃的細菌 吃的病毒的能力 速度是愈快的 所以根本 退消藥是完全一無好處的 一無好處的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消壞腦 經常有這樣的說法 我再和大家講一次 在醫學文獻上 從來沒有一宗證實 是因為白燒本身 是整壞你的腦 當然 你有一種病 可能叫做腦炎 或者 腦膜炎 當然 這個病本身會整壞你的腦 但不是因為你的燒 大家要搞清楚 這兩個分別 所以繼續 第五項 抗生素 江本醫生說 抗生素只可以消滅細菌 無法消滅病毒 也會攻擊體內有益細菌 破壞長度的環境 崔會長說 抗生素的確只會消滅細菌 不能消滅病毒 也會將長度有益細菌消滅 但一般而言 在呼吸道的感染 肺炎 有些病人 可能服用了抗生素之後 通常只是服用5至10天 停了之後 長度也會重新再產生有益細菌 一部分長度一直較差的人士 即需要療程之後 再服用益生菌補充劑 或者飲品來補救 大家應該知道 抗生素只是對付細菌性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問題呢 對一般病毒是沒有用的 所以對於雙方感冒流感 根本就不應該用抗生素 當然為什麼現在醫生用呢 第一,他沒有對付流感的大效藥 其實根本的效果是很皮膚的 而且用得快 48小時要用 接著就差不多沒有什麼用 但最大的問題呢 現在被發現 九種致病的原因 當然情緒壓力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疫苗注射 第三就是抗生素 很多人的經驗 因為用過抗生素之後 身體就一跌不起 現在最新的資料發現 原來我們身體的菌 在腸道的菌 數字是多於我們身體細胞的數字 身體的菌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原來我們身體的菌 是保護我們身體的體內環境 和免疫能力的 身體有什麼菌 大腸有什麼菌 是決定你有什麼健康的 所以其實身體細胞 身體的菌是很重要的 地球上是需要菌的 因為菌是什麼呢 是清豆腐來的 地球那麼多死屍 那麼多垃圾 是什麼會令它消失的呢 就是菌令它消失的 其實我們身體也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身體有病的時候 往往就見到這些細菌的出現呢 其實這個細菌不是令到你當時的病 只不過你病了之後 殘餘物資的那些死屍 就靠這些細菌來幫你執拾它 這些細菌必須來的 是你自己身體體內變出來的 你身體本身的正常細胞 裡面有一些不同的微粒 在一個污足的環境 這些微粒就變成細菌 就幫你清掉它 那麼大家如果明白這個道理 就了解到為什麼今時今日 現在我們的醫療之下 濫用的抗生素 搞出這麼嚴重 明白 第六就是降血壓藥 余本醫生就說 降血壓藥就會造成了自立程度的下降 失去了活力 缺乏了集中力 腦袋不清晰 腳部都不穩 而排尿也出現過困難 崔會長就說 起初病人服用藥物的時候 會因為不適應藥物和血壓的下降 會感覺到有些紛云 不排除因此而出現 腳部不穩的情況 如果服用了一星期過後 仍然出現了這些紛云的情況 醫生會減少藥物的势量 或者轉用另一個藥物 至於藥物是否會導致排尿困難 他就從來沒聽過 OK 可能江甫瑜醫生的科學資料 和這位藥劑師可能有些不同 他沒聽過 大家都知道 身體的血壓是身體自己產生的 90%都是我稱為 essential 即原發性 為什麼身體無端端血壓會提升呢 當然有原因 當然有這樣的需要 身體不會無緣無故作對 有些地方需要血壓 你會比較大力才能去到 所以你強行不理他身體 為什麼血壓需要高 而強行用藥物 將身體對付它 壓低它 肯定是很嚴重的 那些副作用已經多到無數 失血滅藥 不舉 爸爸不清楚 腳部不穩 很多老人家就因為吃到這些藥物 就跌倒 一跌倒就斷了那個 hip joint 寬關節 然後在醫院那裡就死了 這些太把了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有這些 家裡有這些相似的經驗 就不用多去再說了 最近我們有好幾集說高血壓的問題 現在最新的高血壓已經變了 很多時候我們不需要少少高血壓 就硬用藥去攪 因為藥是絕對不會跟著的 從來沒有人吃高血壓的藥物 結果是不需要再吃的 有些人說你不吃會中風的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人中風就是用高血壓的藥物 試一下他覺得不舒服 不想吃 然後就停了 停了之後血壓就砰 就高高了 然後就吃回來 高高低低低 因為他吃西藥的習慣 是導致他中風的 現在最近的資料發現 當年年紀大到差不多 如果你不拿藥去弄它 其實你的身體會適應的 年紀大到 年紀高的70多歲的人 其實血壓怎樣叫血壓都可以 因為身體已經適應了 當然有很多很多簡單的 對付血壓的藥物 例如我們都知道生機飲食那些 吃那些芹菜 清涼一點的芹菜 吃苦瓜汁 苦瓜葉 根本這些無數的天然工具 我們可以幫助身體處理 絕大部分的健康問題 好 第七就是降膽固醇藥 根本醫生說 降膽固醇藥 就會一致體內製造 腐媒Q10 即COQ10 產生 身體無法順利製造能量出來 崔匯長就說 常用的膽固醇藥 就像他丁類 他丁類 入了身體之後 需要乾淋到身塵代謝和腎 將它排出來 會影響肌肉酵素 已知的副作用包括肌肉痛和傷肝 在罕見的情況之下 病人可能會出現肌肉溶解症 但當停用之後 若問反應便會消失 絕對是對的 絕對是對的 但有哪個人在吃降膽固醇藥 同樣也是 有沒有調節過呢 你吃開了的時候 一直是這樣 跟剛才第六的降血一樣 一起 吃開了就不會停止 幸好調節自己的生活習慣 醫生可能最多幫你減少少份量 都一定不會停止 但我們永遠聽下去 只會越吃越多 除了你能夠用其他正確的自然方法處理 你的膽固醇是根本不會停止的 膽固醇的問題 我們在過去這個節目講了很多集 大家可以聽到 這位日本專家說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Cocutin Cocutin是保護心臟的東西 你把Cocutin減少之後 你的心臟病的機會就會高了 所以你看到 當然現在膽固醇的問題 以及已經被人推翻了 現在官方已經開始說這件事了 膽固醇是好東西來的 很簡單 我們知道身體的膽固醇 百分之八十九是身體自己做的 身體每一種細胞 尤其是神經性細胞 都一定有膽固醇在 你想想 這種身體自己做這麼多 是身體每個細胞都有的 可不可能是一個壞東西呢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嚴重問題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之後 其實最重要大家明白這個原則 我最近所有的病人 我都開始來講的時候 我都用差不多十五分鐘時間 是講解這個原則的 因為這個原則不明 你是不會有健康的日子的 是 要明白這個原則 第一 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 有些病人說水 當然啦 除了水之外 七十個百分之八九十個百分之八 除了水之外 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 細胞 全部都是食物做出來的 食物做出來的 營養做出來的 食物裡面的營養做出來的 你生了個小孩 小孩 小孩第一次吃什麼 是吃人奶 人奶是什麼 是營養來的 好了 我們明白這個簡單道理 就是我身體 整個身體的結構 是食物裡面的營養做出來的 百分之一百 做出來的時候 當你的身體有問題 要維修了 那你用什麼料去搞它呢 都是用食物 用食物 用營養 譬如我這個寫字桌 是用木做出來的 有些地方是壞掉了 要整好它 那它用什麼料去整好它呢 當然用木頭 好了 這個大家接受了 很簡單 這是大家無可置疑 好了 一部分 我經常聽到很多食物的西藥 西藥就是註冊的西藥 大家知不知道 要註冊一種西藥 西藥一定要符合一個原則 這個是什麼原則呢 原則是 這種物質是一定不能夠天然的 不能夠天然的 因為很簡單 如果天然的東西 可以讓那些大財團 大藥廠大機構去註冊了 這樣的人類就很麻煩 是不是 將來有些天然的 自然界有的東西 要付錢它 要付專利它 要付專利費用 要不然一般人不能用 所以法律是不會差到 連這東西都不明白的 所以記住 所有的西藥 註冊成的專利西藥 它有一個一定不能夠天然 什麼叫不明白的天然呢 即是它自然界從來沒有自動存在過的 當然肯定是我們身體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在醫學上 在生物學上 有一個名稱 形容這種不天然的東西 這種不天然的東西 我們叫做 Cenobiotic 生命的異物 生命的異物 人是什麼呢 人是一種生命過體 都說明 一種東西對生命的一種異物 有什麼可能進到我身體呢 是最後令到你健康呢 是不可能的事 那 除了你短期用一會兒 因為你身體還有一種治癒的能力在那裡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之後 你會明白為什麼今時今日 在西醫藥廠霸道當道的制度之下呢 那些人是不可能會健康的 是不可能健康的 那我有一位朋友呢 一位在台灣的朋友 他就發了一份很簡單的資料給我看 那他說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病 原病 你本身有病 是 跟著呢 就是藥原病 藥令到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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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病 醫生 醫生所做的事是令你的問題 雖然更多病 再加上呢 醫療制度的那個弊端 OK 醫療制度有什麼弊端呢 現在醫療制度呢 是納稅人呢 就幫你給你百分之九十的西醫的費用 那些人呢 有得省百分之九十當然省了 那就用這種方法 第一手指用這種是最不合理 最傷身體的方法 是 好了 再加呢 大部分人的那個觀念的錯誤 嗯 等於呢 是無可逆轉 記住 嗯 原病 藥原病 醫原病 醫療制度的缺陷 再加病人的錯誤的觀點 等於 無可逆轉 那我朋友說呢 是雙手合十 算你算我愛莫能助 那這個是我們呢 在作為一個醫生 自然醫療的醫生呢 我們面對這些這樣的現象 是這些這樣的病人 那大家是不需要受苦的 是 不需要病到坦坦腰 不需要我現在看中國的大陸 百分之九十五個人病死 百分之八十的人呢 就輪胃為傾家蕩產 百分之七百六十的人呢 就家人就要借錢去到人 今時今日 我們所謂的嬰兒潮 baby boomer 我看到現在我的朋友 講來講去 就是媽媽病了 要洗腎 要幫他守傷口 媽媽無緣無故入醫院 急症室 媽媽病到眼睛都瞞了 全部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你想想一個多傷 現時的資源 最近你有看到中國大陸 那一孩政策就改了 是 開始改了 那為什麼改了呢 其實上網有很多好的資料 可以看到 原來 現在的政策之下 一個十元仔是要負責 養六個大人的 那誰呢 爸爸媽媽兩個 爸爸媽媽兩個 爸爸的父母 媽媽的父母 六個人就靠一個年輕人去養 那大陸政府 即中國已經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一孩政策就很快 最近就取消了 那當然人口健康的問題 人口過食的問題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幸好 現在全世界 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之下 在一個城市化的生活環境之下 很多人自動選擇 就不會要很多小朋友的 但是始終我覺得 人類的生育的選擇自由 其實是很重要的 沒錯 不要在經濟的考慮 現在看到的經濟考慮是嚴重的 現在看到日本是很大問題的 當然他們希望有機器人 希望用人工智慧 可能某個程度上 都可以解決到一部分 中間適應了 或者補給了斷層的問題 是的 可能最後最後 我們人口都不需要那麼多 可能初初的有些問題 到最後穩定了之後 都OK的 很簡單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樂觀呢 因為人類以前的人口是少的 是吧 再以前的人口更少 再次的人口更少 那麼少都可以生存到 是不是 為什麼今天人口一小 會這麼嚴重呢 就是需要適應的時間 好 但最重要的是健康 你自己不健康 什麼都沒有意思的 沒錯 好 今天我們又謝謝袁醫生 和我們 剖析了 江本喻 日本這位醫生 提醒我們 有七種的西藥 必定不可以食用的情況下 可以保持我們的健康狀況 謝謝袁醫生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審查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